今天节目即将开始了 别忘了 留言 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日韩都会在理财制限线 跟大家互动哦 爱你哦 欢迎收看理财最简线 今天呢 是小资族系列第五集咯 说到了小资族 最希望一件事 能不能加薪水啊 如果老板不加 没关系 靠自己咯 靠自己帮自己加薪水 怎么加呢 你可以透过小金额的投资 而且是定期定额哦 投资台股 三千 五千 都没关系 总之呢 这个样子就可以让自己 薪水再多一点点 好了 说到了定期定额 也常见人家在讲 也可以定期不定额 还有 如果我定期定额投资 算大了 停利不停扣 那么请问 这三种方式 到底差在哪里 就在今天 元大证券经理 吕淑君 为您说清楚了 淑君 你好 乖淑姐好 大家好 淑君先问你哦 为什么你会说 小资组如果想要帮自己加薪水 定期定额是不错的选择呢 我们所有的投资朋友希望在股市能够赚到价差也赚到股息 那这样的艰巨的状况之下 如果您是比较偏短线交易的人 你可能是以价差为主 那今天 透过定期定额的方式 可以交小资朋友 我们可以赚到股息 又可以赚到价差的好方法 来 吕淑君请上来 原来呢 不要以为定期定额 就是一个稳稳的 等待市场变化的投资策略 不是这样的 其实定期定额 可以让你赚价差 也可以让你赚股息 所以呢 吕淑君开始帮他说了 这张图表什么意思呢 台股市零股息又赚价差的好选择怎么讲 我们这是2020年4月到2023年4月的这个统计数据 那大家可以看到纵轴的部分 纵轴是这三年的三年平均年化报酬率 那横轴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是三年的平均股息殖利率 还有债券类别的债券殖利率 那大家可以关注到 我们先从全球股市来看 那全球股市大家可以看到 这三年的平均的报酬率 其实在14% 其实还算不错 那他的股息殖利率只有1.8% 是属于比较偏低一些些 这个早就被通膨给吃掉了 对真的 所以选择好的市场非常的重要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股市 那美国股市其实也表现得不错 他现在是平均三年的年化报酬率是15% 那他的股息殖利率也是比较低一些些 大概是1.6% 那大家知道今年的美股的表现 其实相较就是其他的市场 尤其是在NASDAQ 今年的上半年的涨幅是有三成以上 那是这40年创下一个很佳的记录 那所以我们在投资美股的时候 其实赚到价差 其实我们也希望股息有机会可以再提升一些 那最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的股市 台湾股市 那台湾股市大家可以发现 他的三年的平均报酬率 其实是16.4% 是优于全球股市 也优于美国股市 那平均的股利率是在3.5% 我们成绩最好 对真的 所以投资台湾是台湾人最熟悉的一个市场 所以大家可以以台湾股市为首选 好 这样图表呢 如果您再把它读第二遍 会发现到重点一 你看哦 三年时间 我们台股的年化报酬率 16.4% 那不就是让您在台股当中 赚价差资本利得吗 所以这个我们顾到了 那么另外一个是在这儿 高股息每年投资配息给你 所以股息殖利率3.5% 赢过了这些的市场 这不就是要让您赚息吗 第三个重点 多久啊 这是2020 2023到今年的4月份 长达三年时间 所以咯您是需要定期定额的 不是让您跑短的 是稳定投资 没错吧 是的 好把它清掉 刚熟静已经说了 不比怎么知道我们台股的好呢 有价差又有习可赚 因此我们往下走了 当然呢定期定额是不错的 只是呢定期定额 两个关键字 额 我金额要多少 期 那我要什么时间扣款呢 继续咯 我们如何用小金额 定期定额扣台股的策略 那其实我们现在一般的小资族 大概月薪可能是 刚出社会是3万出 那这时候其实会建议提拨 10%就好了 因为总是有一些支出嘛 那如果你的支出比较少 你可以提升到5000或是1万元 不过我印象中 现在定期定额有些券商 最低是多少 1000元就可以扣了 所以跟您说 如果您是2万8啦 3万出头 可能压力稍微到了一点点 1000也可以扣哦 如果不投资 永远没机会 有投资起步着 机会就是您自己的 是 这个投影片有三个重点 那第一个重点 档数跟布局时间点分散 这个提醒大家就是说 如果像我现在就是 3000元的小资族 那我就可以选择 一到两档 那为什么要这样选择 不要选单一个股呢 因为其实我们在选择 投资的时候 建议投资朋友 我们可以做个 标的分散的动作 那如果我是3000元 我就可以选两档 那会建议一档电子 一档金融 替自己做一些分散 因为总会遇到 有的时候单一产业的波动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有 这样的平衡的效果 对 那第二个是 如果你有1万元的小资族 你可以选择2到3档 那2到3档也可以举例 就是一档电子 一档传产 一档金融 那自己替自己的投资组合 做标的的分散 因为通常我们市场行情的轮动 它是用轮的 跌电子 金融可能就有撑 如果您要电金都跌 行情就很差 然后像这个也是一样 电传金可能至少会有一类撑盘 所以呢 用分散布局就可以规避掉一些风险 是的 没错 扣款时间分散 基本上我们一个 每一个人的习惯就是一个月扣一次 那这时候为什么会建议 这个新的选择给大家呢 因为你又可以把你的3000块 例如我是3000块的小资族 我就可以10001000分三个时间点进场 那原因是什么 因为其实现在的法人 还有些大户 他在布局的时候 其实都会拆分自己的这个金额 然后去做到平均累积成本的这个方式 然后有效的拉低我们的进场成本 拉低进场成本 好 如果说到这儿 您还不太懂 帮我来一个白板 也就是呢 行情会有上上下下波动 我先帮您换一下咯 跌涨 行情会有上上下下波动 为什么一个月也可以分成三次 来请说 那来举例一下 如果6号的时间点 我们在这边的话 那这时候 例如这一档股票是A股票 它的价格是100元 对 那这也是6号 6号 那这一个点 是16号 就当月的16号 对 第二次扣款 那这边价格 我们就把它标一下大概是110 哦 涨到110了 对 那第三个点 我们大概在这里 好 那这边我们就是26号 这都同一个月三天 对 同一个月三天 那这时候的股价来到99元 对 所以这时候我们取到一个成本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第一 6号扣到100块 然后16号扣到110元 对 然后26号我们扣到99元 那这时候大家除以3之后 我们平均的成本 是来到103元 那我画一个线给大家看一下 大致上 就是说我们可能买到的均价的成本 就是在这边 103元 对 我帮淑君更正一下 因为100块在这 99块不可能 把我换男生好不好 99块没口在那里低 因此呢 99块大概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呢 通常我们希望说 啊买在最便宜 或者是 啊真的希望买在最便宜 可是偏偏我在一个月只扣一次 那么刚刚好那个时间点是在这 那你不就追在最高 是 所以淑君我确认一件事情哦 为什么我们以前认为一个月扣一次 定期定额一个月扣一次 一年不就扣12次吗 现在呢 如果一样是3000 以前呢是一次 3000给它扣掉 现在呢是3000 再分成100010001000 这样去扣款 它的优势就是 如果我只有一次的话 那么3000刚好是追在最高点 我的成本就变高 是 可是如果你今天呢是10001000 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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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的平均成本是在红色这一条 所以呢如果一个月分成三次 那么我的成本又再次可以再降低一些 没错了 是没错 但是淑君我再确认一件事 因为之前我们小资族系列 也有讲到一个点 因为现在有券商哦 可以让您日日扣款 对 所以如果当月有30天 你也可以每天100010001000 每天这样扣哦 那我们需要那么复杂吗 会建议投资朋友 我们不用扣到这么多天 其实就是依照刚才提到的 我们的薪水的比例 你如果10%是3000块 那你就可以扣三次 那你如果10%是5000块 那你也可以扣五次 大概是这个概念 了解意思咯 好我们把它清掉 接下来因为呢 刚刚已经说了 定额 还有包括定期知道了 那怎么样挑标的呀 好 这部分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选择规模大 流动性加的大型股标的 大家可以留意到 其实为什么要推荐 大型股标的 因为小资族其实不易选股 所以我们如果要透过定期定额 是要一个长期作战的一个策略 所以建议大家用大型股来做参与 那大型股基本上 它在产业是具有它的优势 所以遇到逆风的时候 其实它复原的能力 会比中小型个股更佳 所以这时候会建议 大家可以选择龙头股 然后再就是 因为龙头股的获利 是相对的稳定 所以大家可以由这个来做选择 那再来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很重要 就要选择趋势向上的标的 而且有波动 那趋势向上的标的 到底要怎么选呢 那当然现在的股市 大家都知道非常强势的 包括不管是电动车 或者是说储能相关 或者是说像AI相关的 这些的族群 其实大家都有关注到 可是我们小资族 其实要选股 其实是非常的不容易 那这时候我会建议大家 可以用ETF来做选择 那ETF其实它 大家都知道 它有定期检视的功能 再来就是举一个例子 如果你想要做一些价差 你可以选择市值型的ETF 那你如果要赚股息 你可以选高股息的ETF 那如果你怕股市波动 你可以选低波动 还有高股息 类似的这样子的ETF 去做组合 那我们就来看最后一章 开场的时候 我不是说了吗 乍听是定期定额 可是呢 有人就在讲 你也可以定期不定额 跌下来 属均有交码 你如果金额多一点点 你买的单位数会变多 那我投资到最后 不就是为了赚钱吗 已经正冒仇 三成五成 或者是快要一倍 是不是也可以停利 不停扣 跟大家做声明 那这一个投影片 我们要主要教大家 两个配方 那这两个配方 第一个就是定期不定额 那第二个就是 停利不停扣 那我们从定期不定额来看 我先简单画一个小图 好 就是这是一个股价的上跟下 我们刚才前两页的投影片 其实在教大家 其实我们就是每个月 每个月去做定期的 这个金额的投入 例如我是五千块的小资竹 我就是在每一个时间点 其实我都是投入的 都是五千 五千五千的概念 这个是第一个方式 那这时候我们通过规律的定期定额 其实就是有效的去做累积成本 好 好那第二个 其实第一个配方 我们可以告诉大家说 遇到市场股价在波动的时候 我们往下其实可以做一个加码的动作 例如他来到这个点位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可以变成是六千 哦 对 那如果早上再下来一些些 七千 大概是这个概念 让他跌的时候 买的单位数变多 是 例如他跌到这个点 我们就可以变到八千 用动态加码的策略 让股价往下的时候 我们可以累积到比较好的比较多的单位数 这在定期不定额 对 这个是定期不定额的概念 好那往上回去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可以恢复一样七千六千 到我们原来设定的五千 嗯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表 试算咯 对 这试算的图表 大家可以看到中间的这一栏 就是定期原来的定期定额 就是一样的金额去做扣款 都是五千 对 每一期扣款的期数都是扣五千 对 嗯 这边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 那我们用股价的部分来做说明 第一期像这个我们是扣了七期 第一期他的股价是一百块的时候 我们固定投入五千 那第二个时候是九十块的时候 我们是五千 八十七十 我们是都五千 到最后其实都是五千 最后我们发现说 我们总投入成本是三万五千元 那这时候我们累积的单位数 就是在四百零七点五股 嗯 所以这时候来看一下平均成本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这样子的平均成本是八十五点九元 那因为我们最后股价是从一百往下再往回来到一百 所以我们的这个本再加获利的总和是四万零七百五十四元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用你的赚的钱扣掉你的成本 再除以成本 那这部分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报酬率是16.4% 好定期定额的扣款 每一期都扣五千 股价呢从一百再回到一百 我画个图简单示意 从一百跌到了七十 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就是八十九十一百又涨回去 所以呢这个定期定额到最后的报酬是16.4% 如果凝制七期的话 对 但是这个不要轻哦 可是如果跌下来在这个地方 可能到了七十八十或七十的时候 我再多买一点点金额增加 那它的报酬呢 好那定期不定额就是所谓的逢地加码的策略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在一百块的时候 我们是扣五千块 嗯 那在九十块的时候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金额 是提高到六千 那再来就是八十块的时候变七千 七十块的时候变八千 那后续因为价格又往上回来 所以我们又递减了变七千 六千五千 嗯 大概是这个概念 那这时候大家会发现 我们在股价越往下跌的时候 嗯 其实我们买到的单位数是变多了 对耶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 我们最后的投入成本是四万四千元 嗯 可是我们买到的股数也相较于变多了 股数是五百二十二点六股 那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平均成本是在八十四点二元 那本利盒 就是获利跟你的本 加在一起是五万两千两百六十二元 嗯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一样获取的这个报酬率 大家可以计算出来看到 十八点八percent 获胜 这个部分就是因为我们透过了定期不定额的这个效果 嗯 那遇到股价往下掉的时候 我们去增加扣款的金额 累积增加这个单位数 那未来趋势向上之后 其实我们获取的报酬率是会更加的 所以这样来看 同样的时间 同样的期数 定期不定额 报酬是稍微高了一点点 对 好 那我赞到了 出场行不行 出场当然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刚才瑞兰姐有提到 你有赚钱就是要拿出来吃喝玩乐 嗯 那大家可以看到 停利不停扣的这个策略 那停利的部分其实是依照 呃大家的风险属性跟偏好 那这边给大家一个数据 就是你可以抓 15到20percent 当成是你的停利标准 那这时候你可以做 两个方式 第一个是把全部 我全部的股数卖掉 或者是把部分获利了结 如果你赚了20percent 你就可以把那20percent 把它卖掉 嗯 但是要切记 千万不要停扣 那因为定期定额 大家都知道我们刚才提到的是 帮大家选择趋势向上的个股 或ETF 那我们获利了结之后 其实你是重新进入了一个循环 去累积你的单位数 那可以发挥定期定额 它不用折时 用时间换取空间 然后为你未来 获得很好的报酬的机会 你帮小朋友是用哪一个 我做的都有 真的 就是小小朋友的话 就是用定期定额 然后我自己的部分 是用定期不定额 比较充 对 因为这种定期不定额 你要自己稍微花点时间判断 是 好 感谢 孙君非常谢谢您 请回座 今天呢 终于弄懂了 什么叫定期定额 那定期不定额呢 听力不听扣呢 超级比一比一 原来各自 有所喜好 各自也要拿捏技巧 整理一下了 台股不论是在时间拉长的年化报酬率 您看完胜 三年时间 2020到2023的4月份咯 我们好公司会配息给你 息垂股价 叫做股息殖利率 我们股息殖利率 2023年的今年 整个大扭转 如果忘记了 回头去看 我们日本主题系列节目 所以呢 日本的过去不重要 日本的现在跟未来 才是大的star 大的期待 好了 回到主重心 台股 台股一 时间要拉长 而且是稳定投资的定期定额 赚价差 也赚股息 吻合 民所需要 好了 既然定期定额 有个期 时间呢 有个额 金额呢 第二页 看您薪水了 如果您薪水只有3万出头 那么没关系 数据这些刚刚就是了 你可以每个月扣3000块 3000块 每个月就给它扣哦 所以呢 3000 5000 或者是1万 但是呢 当你要布局的时候 如果您挑的是标的 3000或5000 麻烦您挑两类 电子一档 金融一档 如果是1万 那就电传金各一档 因为要分散 很风险 可是如果不会挑标的 不会挑个股的话 怎么办呢 您可以挑趋势向上 趋势向上哦 然后有波动度的 如果不会挑股票 那很简单 你可以挑ETF 刚说君有讲了 ETF呢 因为它是这种指数的 把一些好的标的 帮您编算成一个指数 基金证券化 因此呢 选择趋势向上 有波动的标的 金额好了 接下来呢 定期 期呢 您的扣款时间 以前呢 我们总想 一个月扣款一次 Find就OK了 不哦 刚刚说已经提到了 人家法人 都是呢 把您的进场时间 把它分散 你可以挑 比如说 也许您是5号领薪水 6号 16号 26号 那这有什么好处呢 帮我来一个白板 我简单化一下了 因为股市呢 有起起落落 上上下下 如果今天一个月扣三次 3000 这个地方100 这个地方110 这个地方呢 99 换黑色 如果一个月只有扣一次 那么真的很倒霉 一个月的3000块 扣一次 高高高 扣在这 您不就最高了吗 您的成本就定高了 可是话说回来 报换红色 一个月你扣三次 每次给他扣1000哦 1000 布局在这 另外一个1000 布局在这 然后另外一个1000 是放在这 你把它加起来 100 1199 加起来除以3 您知道您的布局成本 是多少吗 是103块 您的布局成本是在这 而不是在这个地方 这样懂意思吗 这就是法人都是这么做的 因此呢 同样地级定额 你也可以让他 一个月扣款 三次咯 衡量每次扣款的金额 清掉之后 好额金额 期时间都帮您带过了 标定呢 一定要找油量 公司规模大 挑龙头 油量是让您好进出 所以呢 关键字就是公司获利稳定 而且要挑龙头的 清掉之后 下一页要告诉您 那么定期定额 我知道每一次 金额都是固定的 那么如果跌下来 刚刚专家有交了 接下来如果金额多一点点 那我的买的单位数 不就会更多吗 在定期不定额 赚到了停利不停扣 行不行呢 Find都OK 如果定期定额 每次扣5000 期期下来 您的报酬率16.4% 因为不管涨跌 您都是5000 可是跌下来 如果价格跌下来 买的金额有增加 您看报酬率是赢 定期定额 所以这个要花点时间 做点功课 您衡量看看咯 妈妈可以这个 小孩子可以这个 那瑞涵姐可以这个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已经赚到了 投资不就是为了 让自己生活过好一点点吗 所以呢 当您赚到 获利正报酬 15-20% 一成五到两成 您就可以停利出场 但是呢 不是叫你就不投资了 不要停扣 因为呢 生活还是要过 小孩子的教育费 还是要存 还是要投资 未来退休生活 还是要继续做安排 所以呢 三种情境都OK 端看您适合哪一种咯 以上结论 如君正确吗 是的正确 好 非常感谢您 今天呢 透过了白板教学啦 等等的策略 试算都明白了 所以定期定额 投资永远都不要等 跑得早 总比不动作来得好 那么明天呢 明天 哦 这件事情有点严重耶 热啊 有人比我们更热 热浪袭击越难 没想到现在越难哦 用电量爆增 而且好多的厂商到越南设厂 怎么办 缺电梦魇 已经冲击到 我们台湾厂商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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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